我为啥差点心呢 这样互补 你现在能工作 你将来不能工作的 我可以养着你 你照顾我 那我先谢谢你啊 我可以养着你 81岁大妈主动追求74岁大爷 上来就豪言壮语要给老头养老 两人牵手成功后 大妈不仅给老头买了新房 生活中更是无为不至 大爷算是捡到宝了 今天来乡亲的于大妈 今年81岁 退休金每月2000元 有房 打电话非常急切地说 想要见谁呀 相中谁呢 张霖吗 张霖吗 张霖 对啊 是我之前拍过的一个大部分 于大妈口中的一众人 曾经上过咱们的节目 大爷勤劳能干 身体健康 对去世的老伴更是体贴入位 这些在大妈眼里 全都是赏光点 74岁 那个去年的亚补 我看他 他在环伟工作 我看身体那么健壮 他有病 他自己学会打针 所以他也挺触动我 为啥 我老伴那这儿有病 我顾个护工 跟他特别像 所以说我们相处 在我家一年多 我们相处的就特别 特别好 他就是很勤恳 他也是能民出身 很朴实 挺善解人意的 他的性 好像这啥 特别 他俩特别相像 我就受感动 我说如果这样的人 要是一辈子找个意图 都保证错不了 81要找74岁的 这是老家却想吃嫩草啊 要说这俩人还真不是一路人 除了七岁的年龄创 文化层次和生活越历 更是相差甚远 这能合适吗 找老伴不见得说 他挣钱多 有地位 现在退休以后 只要俩人合得来 能相亲相爱的生活晚年 这就是最幸福的 我脚子俩人生活不会用多少钱 我还有工资 如果就是他不工作了 他能对我好 我可以养他 不论是大爷的农民身份 还是没有退休金 大妈表示统统不带货 甚至还愿意去农村生活 果然爱情这玩意是有魔力的 我愿意过田园生活 我可以上农 你说夏天到农村这多好啊 冬天回到我这 我这也挺脑红的 不挺好吗 虽然两人有着七岁的年龄差 但大妈很有自信 毕竟咱的优势就摆在这里的 所以说年龄差 我的优势就在这 我有工资 他没有工资 就互相互补 这次勇敢追爱 大妈是经过深思熟入的 面对外界不同的声音 更是坦然面对 我现在是新闻人物 我不怕 这是正大光明 寻找幸福 怕什么 哎呀 大姐说什么 现在是新闻人物是找回事 人家就想不通 有的就是我一看这么大岁数 还想找老伴 我不怕 你不怕 我不怕 那你就勇敢点赞 对于大妈的勇敢 童娘很是感动 了解完大妈的心意后 便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张大爷 两人一见面 看到年老四衰的于大妈大爷 直接开门健身 问起了大妈的年龄 坐 坐吧 坐 坐 跪更起了 啊 跪更起多大岁数了 八十岁 啊 八十岁 八十岁啊 嗯 嗯 哎 哇 哇 哈哈哈 八十岁不行了 岁数太高 哎妈 这也太直接了 红娘你是把大爷给放来的吗 年龄没提前跟大爷说 做的不对哈 面对大爷的当面拒绝 大妈不但没往心里去 反而对大爷直接了当的 性格很是欣赏 于是主动推荐起了自己 我一辈子没有打过针 也没有看过病 我就是爱劳动 天天锻炼 爱劳动好 对 由于你的身体好 就在于你的劳动 对 换来的 对 有啥呢 这个生命在于运动 对对 看着大妈身体确实不错 再加上红娘的劝说 年龄差的问题 大爷终于有所缓和 随后大妈乘胜追击 诉说起这叙事老伴的无微不至 当他病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查 说这人多活二十年 大家给照顾的好 嗯 他一看着天 那主人说 这也是奇迹 看着天像烂窝窝窝脑的 又萎缩的 他还活着 这天淫天好 这天淫天好 听到大妈对去世老伴的照顾 大爷很是感动 对大妈的人品更是认可 接着大妈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诚业 大意就是我与他们不同 咱要的不是钱 是感情 我不需要说吃好的穿好的 人一生我就是勤勤看看一生 我的性格特别随和 跟谁我都能和得来 他没有没有那个旁的想法 就是一心是我这么大年纪了 找个伴那个称情如意的老伴 俩人就是白头到老得了 大爷大妈不仅不图钱 而且还不差钱 只要你同意 保准你衣食无忧 我90年退休了 我是国营单位 我现在将近快 我今天再调就将近三千块钱工资了 我有财难费 我有医保 试医保 就平常买药我都有 房子是我自己的 所以说 我为啥就差点心 这样互补 你现在能工作 你将来不能工作的 我可以养着你 你照顾我 那我先谢谢你 我可以养着你 听到大妈说要给他养老 大爷满心欢喜 更多的还是感动 你这个心里啥感动 是 你不带我调就行了 他就这一句话 就说到我要害上了 看到大爷对自己慢慢认可 大妈很是高兴 为了感谢红娘前线 欢迎大爷的到来 大妈提前准备好了饭菜 我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了 我准备 饺子馅儿面都混了 我做了几个菜都准备好的 我说不管咋的 老弟来了 咱们就是缘分见面 哎呀还给大哥准备董事 两个人一个半线 一个赶皮 气氛温馨又热闹 这也是老伴去世九年来 大爷第一次吃到如此丰盛的家常菜 情到深处 大爷也想为他俩的感情付识一手 都整好了 全部都整好了 对 就发了两个菜 我说别费事了 不行不行 今天 不管咋的 你来了我家就是客 老弟 你和馅 把馅儿我已经都整好了 你和一和 那啥呢 你那个酒鸡 你酒鸡我 我不会酒鸡 我已经个刀切 切也行 切和酒都一样 我这五年当中我家第一次招待客人 尤其老弟是远方的客人 距离大爷大妈牵手成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 两人不仅结了婚 而且还住上了大房子 大爷很失知足 我一看 这住新房子呀 是啊 高兴 我这一位子 那苦就变提了 我做梦我能寻思 还能到城市里 住这么大宽敞的 这么大的楼阁 那干嘛想不到想了想 在我那屋 那厕所是窄 他一不习惯 当然一想去创造 买个房子 我俩住宽着一点 留钱就没用 这房子是多大 给你当时花多少钱了 70.16 嗯 钱 花了 它是 54万五 再给租借一万 55万 花50多万买个房子 55万 为我叔买个房子 哎呀 一生的积极我都拿出了 哎呀 拿出了 这叫有福 不用忙 是无福跑斩场 哎呀 哈哈哈 为了让大爷住的舒服一点 大妈不仅拿出一生全部的积蓄买了新房 对大爷的照顾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 相处过程了 我没用他洗过去都我给他洗 我拿着他吃东西啥我都紧他 吃鸡蛋我都给他扒了 我总觉得他也不容易十几年单身 说咱们女同志没有伴还能活着 这男同志一个那太苦了 你看我们俩都没有厚恶之忧 而你双方都特别理解特别直词 再说我们俩经历 虽说我差点人大起来 他福担点 就说我们俩这就叫啥呢 说是吃苦香乐 在一起神仙羡慕好办理 哈哈哈 虽说我俩呢 这个身体不行 还有我呢 我们得福色 相伴到老 你现在能工作 你将来不能工作的 我可以养你 你照顾我 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大爷现在可比一年前年轻多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